我们今天看一个新的手法 叫做基金模释放术 也是我们手法类别当中的其中一项 基金模释放术考试的时候涉及的也不少 经常会有基金模释放术支持点的问题 所以大家来看一看 英文我们看一看它的名字 My facial release Release就是释放 释放基金模 也非常好认 又是一个神奇的O 前面加上My开头的代表肌肉 后面呢 Facial这是筋膜 肌肉和筋膜加在一起 就叫做基金模 后面加上Release就是基金模释放术 顾名思义 它是要释放什么呀 释放紧张的肌筋膜 肌筋膜在哪 肌筋膜就是包裹在肌肉外面的一层基地组织 就是肌筋膜 好我们看一看 这肌筋膜释放术是干嘛用的 它讲叫Releasing Restriction in Muscle and Physic 释放肌肉和筋膜的一个限制 释放肌肉筋膜的一个限制 就是基金模释放术 为什么会限制 比如说这个基金模它粘连 或者基金模有些结节 有各种方向的一个预阻 都可能产生一个限制 所以这个基金模释放术 就是为了释放这个限制 打破这个粘连 其中提到了叫做Skin Rolling滚皮法 Health 帮助Losing Enhancing in Scar Tissue 滚皮法可以帮助松解一个粘连 ADH开头的粘连 什么的粘连呢 斑痕组织的粘连 这句话出现了几个专有名词 滚皮法 粘连 斑痕组织 所以既然提到这几个 大家就想一下 粘连 斑痕组织和滚皮法 和基金模释放术 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就是说这个基金模释放术的目的 就是松懈 斑痕组织的一个粘连 用什么方法呢 用Skin Rolling 他们用的比较常见的方法 就是这个Skin Rolling 所以一提到Skin Rolling 大家也知道 这是基金模释放术当中 常用的一种基本手法 那除了这个Skin Rolling 对于松解斑痕组织的粘连有作用之外 大家想想基本手法当中什么手法 和Skin Rolling差不多 其中摩擦法Fraction和Skin Rolling的作用非常相似 也是打破一个粘连 打破一个半痕组织的粘连 所以摩擦法也可以用于基金模释放术 那么除了这个摩擦法Skin Rolling之外 它还可以是一个温和的 Gentle的 持续的 Pressure 这种压力 除了给你做滚皮和摩擦法之外 持续的这种压力 也可以缓解这个肌肉进步现实 其中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呀 结地组织Connective Tissure 它的Soratory Narrow 一个触变性 结地组织的触变性 这个结地组织就是基金模 一个总称 结地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 所有这种软组织都可以称为结地组织 广义的结地组织 包括肌肉 肌膜 血管 都可以肌腱 韧带 那狭义的这个基金模 这个结地组织 就是指肌筋膜 所以这肌筋膜有出变性 可以通过我们的摩擦法 还有这个按压来产生一些变化 变得更加松懈或者是紧致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Cross Fiber Fraction 著名的交叉纤维摩擦法 这个交叉纤维摩擦法 也是基金模释放书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使用方法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解剖学当中的 这个基金模的一个大概的样子 这个浅蓝色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静脉 静脉 白色的有可能是韧带 肌肉上面连的这些结地组织 就是肌筋膜 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上的病痛 不一定是这个肌肉有拉伤 也不一定是这个 肌腱有断裂 而只是肌筋膜 产生了一些半痕组织 淤堵 产生了一些小结节 所以造成了身体的不舒服 疼痛啊 疲劳啊 所以这个基金模释放树 就是专门针对 来松写这些基金模的 好 那么我们概念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基金模释放树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